會不會有太多的 會不會有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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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上傳影片 怎麼樣插入網站裡面 怎麼樣做圖片的編修 圖片的縮圖技巧 怎麼樣做名單 怎麼樣靠名單去蒐集 客戶的帳號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我是很詳細的把整個流程寫下來 不是只有上課,我是想要做實作班 再來就是說,這個名單做完之後 你要做成電子書的贈品去吸引訪客來註冊 因為我們要留人家名單 你們有一個,釣魚要什麼東西? 魚竿 魚竿喔? 魚兒 你講是沒錯啦 可是我自己要魚兒的答案 魚兒去釣歌的名單對不對 然後送他電子書 電子書我們可以用今天的教材 或是我們可以用PDF檔之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共同進一個FB的粉絲專業 因為團結力量大 大家去拱一個FB的粉絲專業 因為粉絲專業可以多人共同管理對不對 你如果只是專攻自己的個人帳號的話 這個帳號有危險性 像我被停掉過一個 我沒有亂打廣告,是莫名其妙被停的 我搞不清楚為什麼 連1600多個朋友就不見了 那我後來就想到這個問題 那如果說團隊的力量去拱一個粉絲專業的話 那每一個人都可以去貼自己的廣告 那當然就像上午講的 你貼廣告的技巧要很自入性 要非常自入性 不要被人家排斥 你一定要跟你的專業有相關 那大家都可以去貼 因為只要是你粉絲管理員 大家都可以去貼 用粉絲的聲聞去貼 那給人家感覺就是 這是一個很專業的網站都在講這個領域的東西 可是自入性的行銷可以 他們各自賣他們自己的商品 因為前面就有講 各自有各自的網站嘛 所以你們各自去導流量到你們自己去 那大家一起拱流量 拱到這個粉絲專業 那再來就是什麼 秘密社團 就是我希望來參加學委每個都在秘密社團裡面 那有問題大家可以互動 然後提供解答 第二個禮拜開始 我們就實作了 怎麼發電子報 因為怎麼發電子報有很多 像Onlywood的軟體 像國外的軟體有很多 那我會用一個比較便宜的方式 然後可以發比較大量的 然後就會安排說 大家下載安裝電子報軟體 他怎麼樣匯入名單 製作電子報怎麼製作電子報 然後把上週官方網站自己做好的內容 放到電子報裡面去 然後大量發送個人化電子報 就是你的 user收到的都是帶他自己的名字的電子報 這樣他們的接收度比較高 然後再來就是把你寫好的文章 貼到FB的粉絲專業裡面 然後再分享到你的個人的塗牙牆 比如說你專業曝光一次 自己再分享到你自己的塗牆 再曝光一次 第二週 那到第三週呢 因為前面有官方網站 再來blog不能忽略吧 那blog一定要用哪一家blog 其實現在很多家 但是像Google blog他不錯 可是他有很多外掛 可能你要自己去弄 再做一個實作流程 那你們提供給大家參考 如果他以後自己要做的話 我是提供參考 然後第三週皮克幫 我用皮克幫的目的是說 皮克幫裡面整合了很多行銷功能 譬如說你要把它貼到FB 或貼到它裡面的什麼黑米 那個放P 有很多 那它的擴散效果就已經都幫你做好了 它也很多外掛也幫你做好了 所以非常傻瓜 很適合大家用 還有一個很大的目的就是 它被搜尋引擎收入的機率非常非常高 也就是說它的blog本社SEO就已經 架構就已經非常好了 所以你在上面PO文章很容易就被收到 那你要不要努力PO 當然要努力PO對不對 PO你的專業也不要PO廣告 PO廣告沒有用 PO你的專業 所以 但是你的blog第一篇要寫什麼東西 第一篇要寫什麼 自己嘛 你要把自己賣出去啊 對不對 不然你們為什麼知道劉奶爸是誰 你們想知道我是誰嘛對不對 那自我介紹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會要求大家就是 自我介紹 第一篇就是自我介紹 那自我介紹寫這篇之前呢 大家先準備個人生活照 團體照 跟你們合照 那如果大家沒有團體照呢 有關係嗎 沒關係 我們當場拍嘛 對啊 譬如說今天那麼多人 這樣 跟馬來西亞的 然後跟劉奶爸 然後跟華克里斯江 大家拍一拍就是 哇好棒喔 我們這個團隊真是齊全 什麼人才都有了對不對 那這樣東西就出來了對不對 所以靠團體站的話 你的力量就很大 而且我會 給大家我自己的那個建議 就是你要怎麼寫 有看過我的個人自傳的人舉手一下 1 2 3 4 5 好 6 好 6 還不錯 那我會 我會給建議就是 我們可以這樣子來寫 就是讓人家看完之後 對你的印象深刻 然後你會什麼東西 人家看完之後 以後有這個 你這個專長的話 他會想 他會記得你的話 他就知道找你 不然有時候看完了 你忘記當初那個專業知識 是在哪一個博客看到的 人家會忘記不知道找你 所以你自我介紹就很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潛入Google的分析器 就是為了要觀察 網站的上載人數 還有跳出率等等 然後第四個禮拜 完成銷售業 每一週都是實作 就是來上課的時候就要做 不要說回去當功課 然後回去就忘記了 那你上載都網路信教課都沒用 講真的 上完之後回去就忘記了 然後最重要是你一個人來做的話 執行力通常比較差 我除非說像寫書 這非常有意志力的 那不是每個人都那麼有意志力 所以我希望來上課的時候就是 我不要講理論了 我理論已經講完了 這個全部都是步驟就對了 你就照做 這個都是以前我上過很多網路信教老師的課 他們都這樣講這樣講 問題是真的這樣做的人很少 那我就把全部的步驟整個做下來 那完成銷售業呢 因為我是用綠酸黃金顯的教室 所以我就以他的這個置物性行家 就老實講了 就直接置物性他們的黃金顯的 的那個案例做範本 那我怎麼做呢? 譬如說你要恐怖訴求 人家才會想買的東西 因為逃離痛苦跟追求快樂 就是人的兩項最大想做的事情 那你要逃離痛苦 譬如說他那個黃金顯主要就是 現代像科技業的人 爆肝的一堆的 科技人都爆肝的 所以我以肝病為原有 然後肝癌的恐怖新聞為訴求 所以在這個銷售業裡面 我如果是要賣他那個顯金的話 我就會講這個肝有多重要 那多少人因為肝犧牲家庭 然後再來就是第四週還是要寫一篇部落格文章 關於肝病的預防保養 然後最下面再連到官方網頁 官方的銷售網頁 所以等於說部落格文章你有了 官方網站你也有了 官網本來就是在做你的銷售業對不對 官網做廣告是很正常的 但是部落格文章是在寫 關於肝病的預防和保養 是知識喔 從這邊再連到你的官網去 那它是創造SEO的流量 看完你的文章再連到你的官網去 讓你的官網因為部落格引來的流量倒過去 這樣兩邊的流量都有了 然後再來再發一份電子報 讓電子報的會員點擊之後 再連到部落格去 這是銷售業的主要目的 然後一樣文章一樣貼到FB去 然後再來分享到個人讀書 等於說這個重複動作是每個禮拜必做的 一定要把它做到 然後第五個禮拜呢 我們既然寫了文章 我們總不能被動的希望 那個搜尋請來收錄嘛 這樣有點被動 你要先主動出擊 主動出擊你要到處貼嘛對不對 到處貼你還是要有一些來源的貼的地方貼嘛 所以我們要去搜尋相關的論臺 加入書籤網站 然後再到知識家去貼 那一樣團隊合作嘛 你去貼我去回嘛 你去貼我去回 你去貼他去回嘛 就創造那個流量 因為裝腳就夠多了 團隊這樣裝腳就夠多了 我以前一個人搞的時候 我弄討論區那時候還沒有FBL 我們每次都要弄三、四個身份啊 而且我發問的都是 小妹覺得最近怎樣怎樣怎樣 都是用女生去發問 然後就很多男生去回答 那其實都是自己在弄 然後搞的蠻累的 所以團隊讚 我是希望團隊讚 就是大家如果說有心要 要賣一樣商品的話 那大家團隊讚這樣 然後一樣在寫個部落格 然後關於人體缺蓋的恐怖後果 我就是賣第二樣商品 這是關於蓋的商品 然後一樣發送電子報 寫完之後你就要發 當天寫完當天發 我們不要說回去 啊 拍子這禮拜都沒發了 那你的電子報 搞了一年才發 東西都已經被別人賣走了 你還沒開始賣 然後文章一樣 下面都是重複的步驟 就是一定要做 貼到FBL 再分手要更追 然後第六個禮拜 第六個禮拜 第六個禮拜 來誰 你已經說得太精彩了 現在人都要聽什麼 他不是要聽廣告 他寫什麼 寫故事 寫故事 對 拜託寫故事 寫故事難不難 難 難喔 因為大家都 因為台灣人都沒有什麼創造力 特別都軟超軟超 從國中考驗車超別人 然後昨天是下課時間超便宜 馬來西亞是嗎 馬來西亞是嗎 我曾經也是做過的 對 好 可是我們來上課的時候 寫故事 我會給大家一些引導 就是其實我寫故事 會有什麼 會有什麼idea 其實有寫書的人 也是分兩派的人 就是專門寫知識性的東西 看到什麼寫什麼 還有一個人寫小說 他很有想像力 那有人真的很厲害 有些人是 看到真的是 然後會心裡有感動 因為觸發到他的內心說有共鳴 我是屬於第三種 就是看到某些事情 剛好會觸發到共鳴 那共鳴一來的時候 我用想的 我可能還寫不出來 可是真的下去寫的時候 就突然有東西會跑出來 那個有一部分是天生的 會這樣子 可是有一部分是培養出來的 就是你看書看比較多之後 然後看 我看其實量也沒有很多 可是我會去看比較感動人的一些故事 多看一些那一類的故事的話 會比較感動的人 所以我會引導說 那我們要寫什麼東西 剛開始你沒有那麼多故事 很簡單 前面五週已經上完課了 所以第六週我要寫什麼 你為什麼來參加這個課 從前五週你的課程 學到哪些知識 這五個禮拜你完成哪些事情 然後你完成這件事的目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幾點你就可以完成一個故事 你自己的故事 每一個人在這五個禮拜都有些體驗 然後學到什麼東西的心得 把它寫下來 然後你希望訪客有興趣 也能加入我們的團隊嗎? 然後再把這篇故事發出去 一樣當週就把電子報發出去了 然後一樣後面步驟是重複的 第七個禮拜 第七個禮拜你再寫一篇故事 因為我希望每個禮拜都要有一篇文章 最少啦最好每個禮拜一篇文章出去 這樣你的部落格才有在動對不對? 不然你都沒在動 就沒有東西分享出去 然後寫完之後一樣 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然後貼到LFB一樣 那後面這些就是說 你除了網路上的人脈之外 你在實體的人脈俱樂上 你可以去參加哪些聚會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我英文很爛 這不是寫給我看的 這是寫給很多英文好的人 因為我去搜尋到 英文讀書會不用錢 對 因為參加其他的可能要錢 我就不太想去 我搜尋到這個還不錯 英語寫會不用錢 而且裡面好多人 我看裡面照片 每次去的都數十個人 完了真的是人脈交流的大好機會 你也會去學英文的人 各行各業都有 你就可以認識不同產業的人 因為這樣你的 你的人脈圈才不會太NARRO 很狹隘 就可以把它擴大出去 然後福人社每年都要十幾萬的會費 可是有一個大家不知道 福人社有網路福人社 網路福人社 真的喔沒聽過喔 一年十幾萬網路福人社不用 一個月才三千多塊 這很值得參加 因為都是企業二代 都有錢人就對了 對啊 都有錢人啊 我們就是要跟那個嘛 不是跟有錢人交往 是要跟成功人士交往 那還有什麼B&I商品件組織 我跟NARRO是在B&I認識的 因為他是跨國的 所以如果生意想要做到跨國的話 我覺得這個真的 因為他很便宜 一年才一萬八 一年才一萬八真的算很便宜 然後清商 清商就素質有高有低 那大家自己要去衡量 那這些組織你都可以直接去的 你都不用說什麼 誰幫我介紹我才能去 沒那回事 你自己去 欸我想去你沒那回事 喔他就會跟你講 歡迎歡迎啊 你交錢當然歡迎你來啊 對啊 但是去之後重點是什麼 你要貢獻你的專長 你要讓人家知道 你的專長是什麼東西 不然你去之後 人家覺得你來了 我跟你交朋友 我也沒什麼好處 那你去幹嘛 你去了他只會覺得說 你是來做我生意的是不是 當然 跟網路行教 跟真人的人外聚會 一模一樣啊 剛開始的時候 先貢獻自己的東西嘛 然後讓人家知道你是誰 人家知道你的專長是什麼 能不能吸引到他 你的個性跟他是不是夠合 那這樣子 你去吸引人家 進來跟你一起合作的人 以後你生意才會做得好 然後再來 李永田博士的千萬元桌 我跟大哥就在李永田那邊認識 對 所以其實有很多 原來不認識的人 都是因為這些聚會 然後就認識 而富康也是啊 在千萬元桌的人外聚會 那李永田博士 我就幫他做一個網站啊 那是借力實力嘛 我幫他做個網站 旁邊要放我的人頭啊 那李永田博士他在全省 甚至到大陸去演講的時候 他一定會推到自己的網站嘛 那我是不是順便被推到了 借力實力 我都借他的光啊 那為什麼他會找我做網站 其實也是因為聚會然後認識 對啊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一層簽一層就出去了 然後找到每個人自己的興趣啊 適合哪些實體的活動 你就可以去參加 然後加入跟自己專長或有興趣的領域 相關的協會 上網搜尋有很多真的 然後再來發生電子時報一樣 再來都在最後一週 第八週 第八週目的其實就是共同經營粉絲專業 然後架設線上購物系統 線上購物系統我會擺在最後一週 是因為有些人他可能 剛開始可能沒那麼多這方面的知識 可是上完前面幾週之後 最後一週我們就講 好 我們把所有的商品 以綠圈的範圍為主 全部的商品都把它弄成一個購物車網站 那購物車網站要不要錢 自己弄當然成本都很高 可是事實上有一些open source的 不用錢的軟體 那會教大家怎麼駕 那駕起來之後裡面就可以放商品了 然後每天PO一則跟健康相關的消息 然後PO完下方可以連結到自己的blog 或官網或購物車 然後合作把那個粉絲團的人氣拱上來 然後現在購物的open card 我會用open card這家軟體 比較漂亮、簡單、好用、速度快 然後每個學員都可以有自己的勾車系統 這就是目前我規劃的把軸 那比較偏向於直接把理論的東西做成實際的步驟 所以把步驟都寫下來 那大家如果說要去推自己的電子書 其實一樣啦 步驟也一樣差不多 就是大家力量一起去把這個行銷做好 做個心得分享 謝謝大家 是怎樣 下面的你要講 下面喔 下面是 大哥講他贈品啦 對對對 再下來 正品一 微布里網站架設兩年租用期 免費送 正品二 電子包發送軟體 免費送 正品三 線上購物車軟體驅運主機租用 一年價值一萬六 免費送 正品四 就是綠栓的產品 價值兩萬五千塊 免費送 正品五 能量檢驗檢驗檢測券十張 價值一萬五 免費送 正品全部加起來六萬兩千七 然後這個學費五月報名以前 兩萬五千塊 就是那八軸 那一旦加入會員的話 什麼叫會員 就是如果是綠栓的會員 因為我們以綠栓的為販本來賣他的東西 八軸上完你的網站也架完了 勾物車也架好了 你不賣白不賣 那如果你真的選擇退出的話 不用他的精英權 那當然沒有關係 等於說兩萬五千 甚至入我的口袋 並不是入他們公司口袋 那如果是他們的精英權 當然是入他們公司口袋 那我其他東西只是 就是家子那些證明都送給你而已 就兩萬五千塊 那好處是說 如果是有經營權的話 你就等於是一個 他們的一個加盟商 那你每個禮拜來上課都不用錢 都不用錢 因為你是加盟商 你本來就是我們這個組織裡面的議員 所以你每個禮拜上課 我就是這八週當成一個cycle 一直循環一直循環 目的是什麼 因為我怕你過完八週之後 你就不寫部落格了 你部落格就生氣了 然後很多人都這樣 部落格就不會動了 所以我就希望說 之後的循環就是逼大家 每個禮拜來 我就是要產出一篇 每個禮拜來我就是要產出一篇 如果你真的不會寫 上課你可以大家互相腦力激盪 我也可以提供一些意見 你怎麼寫會比較好 就這樣 謝謝大家